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能够跟市民朋友来做个报告 那包含我们看到的在警察局 在春节的这个治安还有交通的维护上 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服务 是护超服务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金融机构 其实在春节期间它是没有营运的 所以为了要发红包 其实很多市民朋友都会有所谓的 要把这个他们提顶钞票 能够要带回家平安的来安放 所以呢我们这次警察局也特别提出了 护超服务的这样子一个新的 能够让市民朋友安心的来做这个钞票的提领 那也包含是我们的消防局 卫生局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新的服务 像卫生局我们有大型的这些家具啊 垃圾啊等等的轻运的 这个部分也可以提出预约 那在建树上面也有来做提升 那我们的这个行政处的1999专线 市民专线也在牵制期间是24小时不打烊 那为的就是说让市民朋友在有一些市政的上面 需要去做一个反应或回馈 甚至是有一些问题要来做一个处理的时候 都可以透过一站式的服务 让市民的1999专线可以为大家来找到 最适合的处理方式 还有处理的一些相关的局处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 睽違三年的年货大街 终于要回到新竹市了 所以呢刚刚没有听到 1月18号开始为期12天的年货大街 接下来会在新竹市热闹登场 那包含说我们在里面也可以看到 过去可能有一些采买年货啦 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摊商夜市 也都会在我们的旧城区周边 会来做年货大街的这个运作 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新年的期间 春节的期间 都可以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同乐 那当然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鸿安上任之后的第一张春联 到底要在哪里来领取 那在今天我们会透过我们的邻里系统 会将我们的春联 发放给所有在新竹市的家户 每家每户我们都会去做发放 那如果说有一些是想要额外再索取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不涉及于新竹市 也想要领取的部分 在明天上午九点开始 我们在三区的区公所 香山区 北区 还有东区 还有包含像我们市政府的服务中心 以及我们的税务局 都可以来做领取 那领取的部分有三件组 包含像春联 红包袋 还有我们的这个开运议员的小红包 这三件组都可以领取得到 那如果都错过了怎么办呢 那就是在小年夜开始 我会在这个新竹市的各大庙宇 来去做走春祈福 那也可以来到这个庙宇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来到庙宇 可以跟我们同乐的时候 也可以领取到这个 我们的小小的红包袋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谢谢 那请问一下 新竹市跟新竹县的春联 都是逐报平安 请问这是巧合 还是讨论好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是因为我上一次 到新竹县拜会杨文科县早上的时候 刚好看到他们的春联 也是逐报平安 那当然写的 数法大师不太一样 那同时当然我们也并没有 去做一个就是 就是说事前的讨论 所以真的可以说是新竹县市 这一次刚好心有灵犀 都选到了 逐报平安这四个字 那我想这对于我们未来的 新竹县市合作 我觉得在这个春节的春联的 这个巧合上 可能也是算是一个好兆头吧 那对于浩之12亿的棒球场 无法成为WBC的比赛场地 那总是还被登上国际媒体 有什么看法 其实昨天看到登上 这个美国媒体的头版 其实因为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蛮难过的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棒球场 其实花的公堂的预算算是很多 那没有让市民朋友得到 这个公共工程应有的品质 那甚至准时的交付 其实这对于新竹市民来说 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比较遗憾 而且也对大家来说 是觉得说很希望说 这个是公共工程式能够 达到我们这个预算 所能够发挥的效果跟品质 那所以今天在看到说 甚至国际的媒体 有登上头版来报道这件事情 那里面讲的当然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预算很高额啦 那其实连这个国际的媒体 都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么高额的一个预算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在土壤底下 看到了不应该属于求偿的东西 这件事情也让媒体做了一些报道 那我相信 在后面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后续的事件 必须要是我们市府要来承担 必须要去解决的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公共工程的一个 不应该发生的状况 就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 更加的减好改善 不要再让这种 就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不希望丢脸 丢到国外去嘛 那我想新竹又是一个 国际化的城市 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 我们都希望不要再发生的事情了 那除了棒球场之外 国际展影中心也挖出大量的废弃物 而造成完工延档 那蓝绿议员都希望高市长 能好好理清这些工程的内容 请问市长的看法 我想其实自从这个事情开始爆发之后 我们确实也都接到了许多 包含议员的关切 那包含有一些地方民众的检举 对于说我们新竹市 大家都有提到说 可能还有某些地方 不管是公园啦 或者是一些公共工程的底下 大家也都觉得说 是不是还有这些所谓的废弃物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回去 也看了许多过去 在前市府时期 许多的议员咨询 确实像有一些议员 地方议员都有提到 他们有发现说 这个公园下面 或者是展演中心下面的 这一些废弃物的状况 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就变成说 它并不是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个案 它可能会是一个 可能过去我们在公共工程里面 也许很多人会用这样子一个 不管是说不孝的厂商 或者是一个不孝的行为 会在这个公共工程底下 会顺便去清道废土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事件 也是未来我们在检讨 不管是新竹市 我相信全台湾现在的公共工程 都会引以为鉴 怎么样能够在 不管是监督 监工监造的这个部分 能够去尽量的去加强 怎么样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也必须跟大家报告 在土方的这些 不管是清运 或者是清道上 其实目前都是有一些 必须要去做一个记录跟计算 那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运送上面都还要有GPS 等等 那当然还是会发生这种汗事 所以我想未来可能在这些相关的查核上 我们也必须要好好来检讨 怎么样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毕竟这个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我们当然新竹市民也不想要当冤大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市府团队地方政府 都有责任好好把关的地方 那林前市长 入门案下午开庭 请问市长怎么看 而且最近林前市长发文 质疑放学长 合理方式 市长能回应一下 我想林前市长的论文 已经变成大家也都很关心的一个焦点话题 那当然自从台大 还有包含像是中华大学 双双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之后 那也当然他本身也应该有去处理 所谓的救济的这个事情 但是目前好像也没有听到 包含教育部 或者是他先前的这个论文 在科管局的这个争议 著作权争议 好像也没有听到后续的处理 不过包含像是余政皇本人的这个提告 我相信余政皇也是在 站在捍卫他自己的权利上面 来去对他的这个权利 来做出他的一个提告的动作 那我相信林之间前市长一定会 如同他的这个发文里面所说的 他也要好好地面对了他自己的争议 想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党人 有要王世坚加入民众党才能海阔的天空 请问高市长怎么看 海阔天空 我觉得其实我不方便去评论 就是其他党内的失误啦 但是我自己看王世坚议员 他过去不管是他在地方上的这些服务 或者他为民发生 为了公共利益而发生的这些行为 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够 这么长一段时间屹立不搖又获得这么多民众的知识 一定是其来有之 那我昨天看到其实民进党应该也最后 并没有采纳所谓刚刚讲的这些基层党员的这个想法跟提议 那表示说其实民进党中央也有他的考量在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我的关系有造成他有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那我想不管是因为立场的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党内的失误的关系 造成他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也透过有人是希望说能够联系到他 就是表达我的不好意思 那昨天柯主席表示有跟您讨论棒球场的善后问题 想请问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吗 目前其实新竹市政府接下来会面对到几个比较头痛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现在目前棒球场的这个相关的后续 那包含说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点交给隆来公司来进行营运 那后续是不是会遇到包含像是解约或者是求偿等等的问题 所以新竹市政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 那并且准备相关的责任的釐清 这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事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棒球场后续 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相关的改善 那甚至是要让这个公共工程能够达到他所使用的 当时建造的一个预算的额度还有目标 那现在目前知道的是可能前市府的这个部分有留下的 就是说可能未来还要再追加预算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要赶快来面对的事情 所以这些我想都是现在目前我们非常辛苦的地方 但是也希望说大家外界能够体谅这个必须需要时间来去做一一的理清跟处理 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没有他只是关心一下说目前的状况是什么而已 那有关刘康彦议员之一 球场给给付金额搞错还有实际进度也搞错的事情 那市长怎么看 我想这个我们先前有用新闻稿澄清过 但是澄清完之后好像议员或者是一些绿营的测译 其实还是有用一些比较不正确的数字跟计算方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有请我们的发言人将相关的一些文件 带来现场那等一下会请他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